大家新年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虽然这是2021年的第一个视频,但是这个内容却是在2020年录的 说好了要带大家去看雪,就要说到做到 2020年底的这场大雪可不是一般的雪 它可以说是继2016年那次纽约暴风雪之后 时隔4年的又一场大型的暴风雪 与日常的降雪不同 它来的快,去的也快 再加上气温比较高 本次降雪全程只持续了大约20个小时 所以为了拍好这次暴风雪 我做足了准备工作 也从中总结出来了一些实战经验 拿来分享给大家 由于暴风雪的时间非常的有限 所以在选择拍摄地点上也是需要进行取舍的 去了这儿就去不了那儿了 2016年那次我去的是布鲁克林大桥 这一次我主攻的两个地点是时代广场和中央公园 下面就带大家一起去看看这次暴风雪的实景 给在南方的小伙伴们过过眼影 小伙伴们过来的小伙伴们过来的一段时间 因为有了2016年暴风雪的拍摄经验 今年我就不再犯傻了 里三层外三层把自己裹得跟粽子似的就出门了 自我保暖是拍摄雪景的基础 特别是腿部的保暖 在冰天雪地里行走 拍不了多一会很快就会觉得手脚冰凉 体力下降不想再拍了 那一副免手套是非常必要的装备 不然手指头会动得连快门都按不下去 我用的这种是手指可以打开的摄影手套 方便在拍摄过程当中操作比较小的按键和摇杆 我这个牌子它是free hands 买这个牌子是因为号码比较齐全 男女款各分三个号 因为这种手套要是戴着不合适的话 它都不好用了 我这个已经用了将近有两年的时间了 手掌里的防滑材料都已经磨得差不多 快掉没了 这个手套整体来说什么都好 就是有一个小瑕疵 手指头打开之后是靠吸铁石固定的 这个吸铁石的位置刚好在手指的关节处 按快门的时候总会有那么一点个的晃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手指头太短了所造成的 所以雪景摄影的第一个需要注意的点就是自我保暖 除了自身的保暖之外 保护设备的安全是另一个重要的事 由于在雪中拍摄 考虑到图中更换镜头可能会不太方便 所以我当时只带了一台富士XT3相机 和1655的标准变焦镜头这么一个便携的组合 虽然我的机身和镜头都有防尘防水的设计 但如果雪量太大的话 我还是会有些担心按键会被冻住 毕竟这是暴风雪 所以我打算给相机来个防水罩 最简单最廉价的方法就是用厨房保鲜膜 包裹的方法挺简单 先裁出一块比相机大两倍面积的保鲜膜 主要就是为了保护相机的上面和右边这两个部分 因为在拍摄的时候 这两边是接触雪最多的位置 竖拍的时候右边就会朝上 所以这两边保护好了基本上就没问题了 撑住保鲜膜先包住镜头 就在滤镜下方围一圈就行了 然后用遮光罩卡住保鲜膜 这样它就不会乱动了 也不会挡住镜头 那如果是外变焦的镜头呢 一定要先把镜头变焦到最长 不然包死了呢就不能变焦了 外变焦就是这种 变焦后镜头长短会发生变化的 而内变焦镜头啊 它无论怎么变焦 镜头长短呢是不会变化的 其实除了保鲜膜呢 使用保鲜袋或者是透明度比较高的塑料袋 都可以起到类似的保护作用 只要是在包完之后 还能看到相机的屏幕和取景器 那其他的这些按键呢 也还可以继续工作 就算是起到了保护作用了 由于在拍摄过程中呢 仍然在持续的降雪 暴露在外的设备呢 比如三脚架的云台和相机上的拨盘 要注意这些外露的位置 不要有太多的积雪 否则呢就会容易冻住 然后呢就用不了了 清理啊也要花好长的时间 增加外部的一些保护呢 是非常有必要的 比如给云台上套一个袋子 在不拍照的时候啊 我都是镜头向下这么抱着相机走的 等到要拍的时候呢 再拿出来 尽管已经有了保鲜膜的保护 这样做呢 仍然可以有效的减少积雪的产生 而且啊 万一您那个相机它不放水呢 在雪下的特别大的时候呢 每当我转身将相机朝向雪的方向拍摄 都会有大量的雪 直接冲着我的镜头就飞过来了 镜头瞬间呢就被打湿了 这个时候啊 就体现出了有UV滤镜的保护多么重要了 我呢还会随身携带一块小毛巾 及时清理这些雪 防止积雪挡住镜头 所以啊 尽量不要与雪逆向行走和拍摄 这不仅很容易打湿镜头 拍出来的效果呢 也不怎么好看 停留在镜头上的那些雪花呢 会出现在照片里 变成一个个的黑点子 面积太大的话呢 就无法去掉 变成废片了 我呀在后期处理的时候呢 发现照片正中间有一个大黑点 虽然不是很明显 但是呢 隐约还是能看见 就像是大号的传感器污点似的 它呢 多多少少还是会影响照片的效果 去处的话呀 也还是挺麻烦的 特别是在建筑周围出现 所以呢 在拍摄的过程中 要小心 别光顾着看风景 多注意观察镜头的状况 再按下快门 这次暴风雪到达纽约的时间呀 是将近日落的时候 天色已经很晚了 再加上下雪阴天 所以呢 我提前就预想到了 拍摄的环境光线呢 会很暗 随身呢 也携带了三脚架作为准备 但是啊 在拍摄的过程中 我发现 三脚架其实用处不大 如果你想要拍出那种 漫天雪花的感觉 就千万不要用低速快门拍摄 这个呢 是同一场景 我分别用两种不同的参数组合 拍摄的照片 第一张是ISO200光圈F8 由于使用了三脚架呢 快门速度降低到了5.3秒 在照片中 除了雕像上的积雪 几乎看不出来 是在暴风雪中拍摄的 更像是雪后的风景 没什么特别 而另外一张呢 使用F2.8的光圈 快门速度125分之一秒 高速快门定格了 大雪纷飞的瞬间 立刻呢 就有了暴风雪的氛围了 但是啊 缺点是ISO达到了6400 后期利用Lightroom做了一些降噪处理 画面呢 还是在能接受的范围内的 您看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相机参数不是死的 要利用环境特点 以及想要表达的内容来设置 还记得我在曝光的隐秘法则里讲过的吗 想要定格瞬间 那就选择快门优先模式来拍摄 当晚拍摄的其他照片啊 也都是由高速快门手持拍摄的 您看 是不是有点山林奇境的感觉 在暴风雪过后呢 我想要在它化掉之前 去布鲁克林拍摄一张城市全景 原本计划步行穿越曼哈顿大桥 在桥上呢 浮览下方拍一张广角的风景 但是由于地铁太慢了 而且呢 我还要换两次线才能到达目的地 眼看呢 就要错过日落的时间了 当时可给我急得不得了 抓耳脑塞的 但是冷静下来 一思考 当机立断 马上改变拍摄计划 换成另一条比较近的地铁线路 这样一来呢 就可以快速的到达 另一个可以拍摄的地点了 到达现场 在寒风中奋战了将近两个小时 完成了我第一次 在雪地里拍日落的经历 于是呢 就有了这样一段 严实视频和照片 要不是这次经历呢 估计一时半会儿啊 我都不会到这个机位 拍摄这个角度的风景 也就没机会知道 原来布鲁克林大桥公园的 二号码头这边啊 已经完全修完了 您看 这次经历呢 就给我深深的上了一堂课 有时候舍去也是获得 换个角度去看呢 会有全新的收获 还是那句话 摄影这玩意儿呢 自己玩的开心就好 整个过程才是最宝贵的经历 这次的暴风雪呢 我前后连续忙活了四五天 前一天晚上在时代广场 拍到了晚上十点 刚下起雪呢 雪量一般 也就是图个开心 毕竟好久没在外边扫街了 这个雪啊 和我期待的差不多 整整的下了一夜 积攒了很厚的雪量 第二天一大早 五点呢 我就出发 去中央公园了 想赶在雪景被破坏前 去拍照 本因为这么早啊 可以包场拍摄了 结果人那叫一个多 为了不需此行呢 我一直拍到了中午 都没舍得回家 下午三点呢 又去的布鲁克林 拍的那段日落严式的视频 这些素材光后期处理呢 就花了不少的时间 所以这个视频就一直拖到了现在 才做出来 也许您所在的地区 已经或者即将下大学 这些小技巧呢 希望可以帮到您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冬天是最好的学习时间 无论是拍摄还是后期的技巧 关注我就对了 我们一起玩摄影